高收党9月4号将改选下届党魁 那么党魁呢 在隔天就会变成英国首相 现任的外交大臣 特拉斯在多项民调当中都明显领先 渴望成为英国的下一任首相 不过他多年前的一段 录音党曝光了 当时他拼评英国的劳工 需要更卖力工作 还说去中国看看就知道 好坏差别引爆争议 特拉斯目前声望如日中天 可能成为英国新任铁娘子首相 但他2017到19年 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期间 有一段两分钟录音曝光 让英国劳工听了很不高兴 当年特拉斯认为 英国生产力相对较差 部分归咎于英国劳工的思维跟态度 还拿中国劳工相比 特拉斯当年这一段谈话 似乎暗指 他批评英国劳工懒散 引发英国社会大众 火大跟议论 为了避免负面声量扩大 特拉斯17号赶紧出面 澄清止血 特拉斯的阵营表示 这段录音是五年前的事 不能断章取义 但也承认英国人民确实需要提高生产力 也强调特拉斯一旦接任英国首相 将推动激劳劳工政策 让英国在国际竞争上大大提升 杨俊平编译 优优优独播剧场 Подو Herren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